我記得我第一次遇到應該是我 國一的時候 我搭完結人 我在外面等我媽媽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男生坐在我旁邊 對 然後他就拿出手機這樣拍我 那是我第一次被拍 那妳當下有怎麼樣嗎 我哭了 對啊 我那時候就 我就真的跑走 然後我打給我媽媽說 媽咪 剛才有人拍我 她說妳要很開心啊 這樣代表她覺得妳很好看啊 但是我說媽咪不懂 手啊 我希望能溫柔地承認 我有過完整的 這部戲認識了很多厲害的前輩 然後就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很多 然後就可以從這個經驗裡這樣 讓大家認識我也是還滿開心的 我是跟Casting 對 導演那時候不在 然後就那一次試鏡完 就隔了兩個禮拜吧 就收到通知說 就是就接到了 我試了三場 對 然後全部都是跟其他小演員 因為我是演小晨熙 所以就是對戲的演員都是小演員 有一場就是我們煮火鍋那一場 然後有一場就是跟弟弟 然後要哭 對 老師答案對了 我會了 要不是老師教我我也不會 看起來好難喔 我為了想要找到她的那個情緒 就做一些功課 像我上網找了一些 就曾經被侵犯過的人 他們遭遇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分享他們的一些感想 當下都知道她會對我做什麼 但是 真的在試戲的時候 因為怡文哥她是一個很專業的演員 所以她給我的情緒都是很真的 對 所以我就被嚇到 怎麼樣被嚇到 就 就崩潰大哭 我記得那一天拍完那一場 我就回家 跟我媽吃了漢堡 但是我媽她也不太敢 就是問我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也 沒有很想跟她分享 然後所以我就回房間 寫了日記 把當天的那些狀況啊 還有我的心得都寫下來 就是讓心情比較 就舒緩一點 五歲的時候我跟我媽走在街上 然後就有一個童裝公司 就找上來 就覺得 就是一個小混學兒啊 可以來拍我們的童裝 然後所以我就 陸陸續續拍到 十四歲 就是同一家 對一年拍兩次 對 然後後來十四歲就開始接 廣告和平面 對 然後就去年就開始接戲 我覺得我不像 呵呵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講 我是小胖子寫 呵呵 為什麼小Andrea baby 小 小 小徐衛寧 呵呵呵 我覺得不像 但你知道我 我覺得我比較像什麼嗎 對 我比較像Michael Jackson 為什麼 不知道 就我眉毛比較濃吧 然後我又長得比較像男生 對 所以本來你有喜歡Michael Jackson嗎 小時候會聽他的音樂 但我真的撐不起 小王祖先他們 他們是女神 他們在上面 從十四歲開始 接廣告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很支持我 對啊 那兄弟姐妹們 都是嗎 他們會不會蠻驕傲說 我妹妹或姊姊 就是這樣在演戲 喔 我妹她 因為她在打高爾夫球 她有時候會在球場 就是 就講一下吧 然後我姊姊現在在拍戲 對啊 但是她會說 喔已經兩個月沒有見到我姊姊了 因為她都在忙 我好想她 因為現在二十一歲嘛 也算是蠻多人都覺得 喔好適合坦尼亞的年紀 現在公司會有經安力嗎 沒有沒有 算是自由 對還蠻自由的 那你有比較需要哪一類的對象嗎 我 已經很嘴軟心思 然後旁邊看 我喜歡成熟穩重的 然後幽默也不錯 嗯 年齡有接力嗎 沒有 就是越大越好 李化老師 李化老師 不行啦 不行 其實說李煥老師還是宜文哥 那不行 社群的粉絲數跟大長長這樣子 也還好啦 就 好啊 有一點點 對 就是這樣多一點認識我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